对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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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三丰的说法 其实张三丰是企图 他所创立的武当 也不足为题 为什么张三丰 靠自己的天赋与努力 打下的天下 会如此的不入人眼呢 这还要从 少林寺的声称来说 少林寺说 张三丰能够有 威震江湖的成就 离不开偷学的少林武功 确实 张三丰青年时期 曾经在少林寺 待过一段时间 当时少林寺的 绝远大师 是张三丰的 受益恩师 虽然对张三丰意义重大 但绝远大师 只是一个 没有名声的 少林藏经阁管理员 绝远运气很好 发现了书中的 九阳神功的秘密 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本神功秘籍 认为 只不过是教人 保养有色有像之身的 一本经书而已 自然不会勤家钻研 后来在何族道 前来挑战少林寺的时候 那时候 整个少林 无人能应战 张三丰 正是少林寺的一员 为了维护自己的居所 坎然挺身而出 竟然超乎了他人的预料 一举击退了 何族道这个强敌 可万万没想到 张三丰好心帮忙 没有落得一句好话 却给自己引来了 少林寺无穷无尽的追杀 也许有人会疑问 为什么 少林寺难道不是出家人 以慈悲为怀吗 做甚要为难一个 算得上恩人的张三丰呢 这其实和火攻投驼 脱不了干系 大家想 火攻投驼 最开始也是一个 默默无闻的普通和尚 在少林寺里 除了欺凌他的那群人 谁都不会注意到 可最后 却偷学少林高级武功 并且打伤大部分少林高手 还打死了达摩唐 首作苦智大师 把少林寺的脸 狠狠地打了一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